醬 我的呦 大家好 欢迎回到Rock频道 很久没再跟各位分享过近况了 从东京回来之后稍微修整了一段时间 粗浅的用100多个小时通过了博德之门3的一周末 那也正好是这种换季之间青黄不接的时候 收到的新品不算特别多也有一些 然后还有包括我这家东京买到的一些东西 也没有来一起仔细跟各位分享 机器有单独挑几个我还是比较喜欢 或者说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 之前有想过我买到的东西可能是正好反季节购买 那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当下只能过来穿 但是等到我合适的季节来分享的话 大家可能不一定买得到了 所以我感觉还是趁早分享给各位吧 那东西也比较散 那类目比较多 那我就把它打散重新组合 变成四个不同的造型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不会讲的太深入太详细 以为东西确实不少 那各位如果想要有更多的补充信息 或者有些问题的话 欢迎当某评论再问我吧 那本期影片呢 依然是准备了一些惊喜 一些诚意给到各位的 那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 前两身的话其实是它的基调差不太多 都是属于一个城市通勤的感觉 首先是贴个全身罩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基调是比较偏暗色调 黑色系为主的 帽子应该都很眼熟了 是早前分享过的Mountain Hardwear 那身上的衣服以及裤子呢是Nusaxen 这一季春夏最后一个Drop的单品 这一件衣服它是有点偏尼龙泡泡沙的感觉 然后才是非常非常棒 整体设计也比较简单 这一个设计元素呢 也是他们沿用了好几季的 这种鞋的拉链 从侧身一直开口到底 那双头拉链 然后下巴还可以收紧 胸口有一个圆弧形的口袋 以及右边的腋下还有一个鞋拉链 两个口袋 挺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造型 包括它整个设计感呢 在夏天来讲还算是比较的能够方便切换室内室外的 就有些朋友可能在冷气房工作 或者长时间在空调房待着的话呢 多穿一件这个不算太厚的小碟穿 感觉会更加舒服 提高温度上来讲 然后它有一个大鼠都在下摆 左右通的就挺简单 然后他们这衣服是两个颜色 一个是纯黑色 还有一个另外有点偏灰绿色的感觉 短袖我就没有拍上身了 那我另外拍了一件同面料不同版型的宽肩背形 或者说叫砍肩 然后那个是属于半拉链 就是你要拉链开到大概是肚子的位置 套头穿进去也是挺好看的 但是这种造型的衣服呢 可能比较挑身材 或者说挑你的搭配理念 你的整一个呈现出来的效果 不一定符合这个衣服的剪裁 但是不是说不好看 搭配门槛稍微比短袖来讲稍微高了一点 他们这一季的一条算是有研习之前设计元素的一条新版 裤子本身还是挺简单的 几个直插口袋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腰围有圈反过来的布料 它上面织满了一圈的毛利支带 在后腰位置有一个蓝链口袋 挺简单的 它整个使用效果或者说是可个性化定制的元素呢 在这一个设计点上还是比较有亮点 但是因为夏天的关系 而且它的腰身本身就已经多了一层布料 所以我就没有再在这个毛利上面去添加各种小装饰 我觉得有点too much了 并且衣服穿上可能折住也看不到 或者说把衣服塞和裤子腰围露出来才好看 鞋子呢就是开了我之前分享过的FUGA BOA黑衫 这双鞋最近我是经常穿 包括我在日本 就是说连着五六天穿这双鞋 我没有觉得说脚底不适的这种酸脏情况出现 这鞋本身的表现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然后包括它的整个视觉效果也很好看 然后这双鞋他们早阵子在万象田地还有一个pop up 然后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新颜色 包括一些衍生的款式 OK 那么来到这身的重点就是这个背包 胡宫夜这一季的新品 这个双鞋包就是海啸 它是一个卷口有点仿以前那种很早很早期单车包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死飞的电影 这种卷口 我把我比较贴身的这一种包型的感觉呢 最早也是我在Rite Like Hell这部死飞电影里面有见到过 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还会对死飞感兴趣 那时候我印象中才死飞可能要搭配的包 应该会是那种巨大的油彩包 就是从腾越号那边开始看到油彩包之后才知道死飞这样东西 然后看到这个电影之后才知道单车包有了这么多不同款式 那么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单车包 包括你可以从现在再往前推十年甚至二十年 一直都能看到这一个款式的单车包 不停的有品牌在做这种类似的造型 就是这种卷口的双肩包 卷口这个设计感觉就是好像还挺原始的 自从有双肩包这样东西诞生之后呢 就开始有卷口这种风口设计了 一直沿着用到今天各种不同的材质的包款 都有用这个设计来去做密封 所以说这个造型嘛我觉得还是挺经典 那这次这个包包括它有一个另外的颜色 一黑一白这两个是属于新材料 是来自XPAC的UX10型号 白色这一个待会再另外一声分享 那这一件实材料呢 它其实也是一种Ultra PE材料去复合制作的 这新材料它其实是有点透明质感 并且它整个质感是非常类似各位印象中那种出本面料 但是它们不是同一个类型只能说相似 首先还是看我这个包款的设计 黑色这一个包款我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改装 我的想法还是比较偏传统的功能性 或所机能性为主的一些装饰 然后另外白色那一个等我分享的 会更加偏轻量化一些 关于这款包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呢 我就不念了 我贴的画面上层很高还有容量什么的 但我刚刚说它卷口开口的设计 它其实这个位置也做了两个FITOL的磁扣 它是可以提供翻盖和卷口两种不同的开口方式 是以应对你装载物品的需求 卷口卷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包的容量大概在这里会小一点点 如果你需要扩展的话就变成翻盖 那它上面又挺高了 打开看一下 这个位置它其实是有两个吊环 这个扣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如果你不需要翻盖的使用方式 你可以完全把这个扣子拿掉 只用卷口 翻起来的话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包口是没有任何拉链 或者说是扣子来密封的 它就是直接敞开了 这个开口的大小尺寸来讲 我个人觉得不算太大的 并且这个包的深度 你可以看到它是瘦瘦常常挺深的 所以这种拿取的方式呢 对于底部的物品可能会有些不便 他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说在侧面这个位置 它其实有一个全尺寸的侧拉链 在这里从底部一直拉上来 并且这拉链也是压胶的 拉开之后呢 就可以从侧面访问你想要拿取的东西 里面有做一些简单的分割 并不是特别夸张 这款包呢不像胡福之前一往的风格 它会做很多外面的挂板也好 或者说外面的扩展 它其实整个 我觉得外观设计还是非常克制 或者说它比较忠诚于这一类型的包 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 外观方面的风格 它没有做太大的一些突破 分隔收纳我个人觉得 对于这款包的定位来讲也是够用的 首先还是从顶上开始看 这盖子打开之后呢 里面的内衬都是一如既往这种灰色葛纹 很舒服光滑 这一个位置有一条魔术贴 它这里就是用来固定卷口的 比方说这样子卷下来之后 它这有一条毛面 刚刚好可以给这一条贴上 顶上可能还剩一点点 看取决于你要卷多少 我就贴了一个湿气章装饰一下 那不用的时候呢就收纳回来 整个包还是保持一个干净平整的状态 我觉得这一个设计也是OK挺舒服的 上来之后这一个位置有一条小小的拉链 不是很起眼但这个里面还是设计了一些收纳的空间 这个拉链打开我一只手放下去还有多 我有一只手掌没过手腕的空间 挺大的 里面除了这么大的一个主要的空间之外 还有两个弹力的分隔 可以放一些小零碎可以直接塞进去 这个塞进去的还有一些余量 所以说它的深度也是比较可观的 当然这个包本身的厚度不算太厚 所以我个人也没有建议你这一块东西放太多 因为你要知道它的空间其实是往包里面侵占的 然后包里面相对应的这个高度在内侧是一整片毛面 你可以贴你喜欢的内模块系统 还是那句话 我个人不太建议贴太多 或者说是这两个空间里外都把它装满 这样子的话你从顶上访问物品会更加困难 因为这个入口会变窄 然后正面很大的一条中心拉链 这个黑色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拉开之后里面是一整片毛面 我这里贴了一些好玩的小东西 如果什么都不贴的话 各位可能看不清里面是什么 下面是一个内模块 里面是一个灰色的内衬 跟包里面整体都是一样的 这个空间就挺大 一直到这里 那底部延伸到刚刚好 到拉链结束的位置又是一个分隔 这个口袋应该是整个包最隐蔽的一个了 它这个位置其实设计有点像传统的那些户外包 在底部这个位置 它们是有一个整个背包的防雨罩 当然在城市通勤包里面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你可以放一些扁平的零碎 不用太担心这个东西会被磕到 因为这里连底部的这一层 它是有一个填充的棉的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厚 大概能有个半厘米 差不多 里面也是有这一层 保护性还是OK的 底部就不是表面这个UX10的面料 而是UX21就更加厚实一点 有一行模拟 给你挂载一些小东西 或者说是你想穿个弹力绳什么的 这是包的一些正面以及内部结构 那看一下背面 其实这款包做的更简单 但我觉得它的设计算是比较舒服的 首先看一下它整个背面的外观 它的肩膀位置没有做重心带调节 它就是一个固定住的位置 下面这里也是一个快抽 因为这款包需要频繁的横盖胸口 从侧面这个拉链访问内部 所以它这个快抽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 那胸口扣就是 就是一如既往的这一个有哨子的尼服口 背面的甜棉 依然是三大块这个高透气的风火网状 腰部这个油漆突出 中间这里呢依然可以放行李箱 就很简单 整个背面的背板固定 弹力呢我觉得它有参考之前的正风 包括这个肩带也是 柔软度以及它的整个厚度都有调整 没有那么的顶心口 但是它的宽度我个人觉得还是略宽那么一点点 对我来说刚刚好 如果身材比我还要小一些的朋友呢 可能这个位置你会觉得有点顶夜下 当然取决于你在什么场合用了 如果你不是说骑行 只是日常走路通行的话问题不会太大 那这款包呢大概是18升 并且你可以看到它 其实厚度不算厚 它也是蛮瘦的 所以它底部就没有做腰扣了 没有那么大的重量装载需求 背部整体的缝合边缘的位置 都用了他们自家的PTX的材质 这是黑色UX10的这一个面料 这个面料可能在黑色上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白色的 这是白色的海啸 各位喜欢黑色的还是白色的这种外观效果 我个人觉得在这种大包上面呢 我是更偏向于黑色的 但是这个白色面料其实我是喜欢 我觉得好看的 但是我更连向于把它用在小包上 吊牌我已经取下来过了 它的型号是LEG42 这款包像我刚刚说的 在这个颜色上我把它做了更加偏向于 尽量往轻量化方向去靠拢的一些外观感动 你可以看到它本身有的扣子被我取下来 在白照银这个配色的扣子呢 是透明透明飞老的这一个VBuckel 但是我更倾向于白色这一款把它 不要这个扣子尽量接近极致的感觉 因为这个面料 就像我前面说到它更像出本的质感 你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材质其实有一部分跟出本是类似的 就是UHMWPE这一个纤维呢 其实如果它百分百使用 那就是出本面料 或者说这种纤维呢 如果大面积使用它其实有点半透明质感 我觉得它漂亮还是很漂亮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容易皱 而且这个皱是不可逆的 就越用它越折皱 你可以看得到这是新包 但是看起来就我也不能说它是崭新 因为这个面料在加工过程中 包括运输过程中甚至生产过程中 它就会有一些不可逆的皱纹出现 但是这不影响面料本身的特性 因为这一种UHMWPE它的特性就是抗撕裂 在相同的重量情况下呢 它的强度更高 如果是相同性能的情况下 它的重量又更轻 所以这面料特性还是蛮好的 包括很多工业上也会使用 那么X-PAC的这一个UX10 它整个系列呢 主材料是这个UHMWPE 但是它有附和一些其他的纤维 比如锯子纤维和一些方轮 包括它的整一个压胶 在这里 因为他们做了双层 那这个包看起来好像是透明的 它其实内部是有内衬 所以它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这就还好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包 如果它是完全透明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没安全感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款面料用的小包 它会更好看 因为小包不会装太多 过于私人的东西 顶多是这些可爱的小装饰 你可以看到这款包的复合 固沙层 它的光泽度是很好的 那你们可以看到白噪音这个配色的穿搭 其他的单品也是配合这一个面料的特性 有点不规则的这种基底质感来营造的 就是轻石装备这一身短裤 它有一部分的口袋也是用不规则的水洗 或者说叫叫洗工艺做的一些浸染的感觉 或者主体的材质是百分百的棉 它有点像是胃衣料 但是它的口袋都是一些水洗质感的尼龙 那包括上身的也是这一个系列 他们的周到系列 黄赛服我之前有拍过照片分享 那这个衣服我觉得在这个天气穿 稍微算没有那么闷热的 当然这种天气其实穿什么都热 一件跟两件 或者说不穿区别都不是很大 黄赛服侧面还是有网格透漆 包括可视 袖口依然是有指盗设计 比较好玩的是它这一个拉链 是单独的拉链 然后它在拉链底部有一个四盒扣 扣起来它就可以当背带这样子临时 背在身上 挺灵活很方便的一个设计 在尽量极简化的这个情况下 背这款包骑单车的效果 大概就是我印象中 这种类型的包典型的使用场景 鞋子还是不改黑衫 因为我觉得骑单车用BOA这种类型的 竖紧感觉上会更安全 你没有鞋带甩出来 那么这款包你可以看到 我在两侧其实留了一些装饰 我没有完全把它装满 因为它这边设计是不对称的 首先靠近有拉链的这边 它是两行mole 因为它要方便你拉拉链 不会顶到 如果你装一个水壶袋 或者什么的富宝 这个位置还是留一定的余量 那到这边呢 因为它的余量也足够 那再可以装一个水壶套 或者说是富宝的情况下 还可以装一个小配件 包括这一个枪绳 也是我临时想到 我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是有那种门禁卡的需求 你就可以装一个卡片的这个富宝里面 这样一刷就挂回来 这边有个小配件 这个配件是来自威高的一个小灯 它就是黑窑 它挺有意思的 有几个模式 当一个头灯 当一个临时的尾灯等等的都可以 它可以夹在帽子上 它也是磁吸的 因为这个磁吸就为了配合他们自己的那一款包 当然这次我就没有用了 我个人觉得还挺方便的 并且它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开块地的小钩子 它是竖脚的 不会很锋利 但是也是需要小心 然后它很轻 而且它是C口充电就很方便 这个应该会是我常备在随身包里面的一个小配件 除了衣服裤子都清晰装备之外 这一身的帽子是来自Northalegia的 有点麻材质的 一点水洗灰的帽子 我个人觉得跟这一身的颜色质感也是非常称 包括材质上也是有那种有点操的感觉 眼镜就是奥克里的那一副Halfjack 2.0 有个手表没有跟各位分享到 就是这一块我之前正在戴的 白色的橘胶 但它的镀膜你们有看到 它是有点红色镀膜 又粉或者说偏橙色的感觉 这其实属于他们夏日系列 这个是跟COS联名的 那这些联名的活动呢 其实弄的还算挺有意思的 虽然那天因为下雨的关系 我没有全程参与 我去到的时候呢 谈话活动已经结束了 还看到了橘胶直腹一步橘熊 那我有参与到后面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手工制作的一个木质表盒 就长这样的 那这个盒子是来自香港的一个 手作木质工艺品的做法 或学校工作室叫做Star From Zero 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 我去年在Vinevest的铜锣湾新店开业的时候 就拍过他们当时店内的一些环境 当时他们店内的一些木质的 包括墙啊门啊柜子啊等等的 这些装饰品呢 都是这一间工作室 Star From Zero 那这个表盒 其实他们已经做七七八八了 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把打磨光滑之后上的木拉油 里面的话这样子 它有一个磁吸的结构 这磁吸结构呢 就可以让你把手表放在中间 看到这个磁点中间 这样子提上去 两边都是一样 你就可以这样子 我的天 就这样子放进这个表盒里面 这种参与度比较高 包括也有一定收获的这种活动 很有意思的 这个表盒好像限量 但是现场只有不到30个 这款包它实际上在电脑仓的部分呢 重新做了设计跟以往的部分 双剑背包 或者说能容纳 笔记本电脑背包的电脑仓设计 会有点没区别 它的电脑仓在顶部和底部呢 都有一个弹力很大的相机调节 包括侧面的面料也是有弹力的 正面和背面都有一个不错的甜面防护 底部也是不触底的 它可以小到13寸 大到16寸的笔记本 都可以放进去 但16寸的话 你要塞的时候注意一下 把底部这个弹力给它撑开 这个位置 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卡在上面 你就不能完全塞到镜头 当然这个不太影响电脑 如果不算太厚的 顶上也不会突出 包括它里面的这一个拉链网格 它其实也做了从顶部入和侧面 拉的这个两个方向的仿问 在侧拉链里面拿取的时候 也会更加方便一点 因为这款包 其实我这几天使用下来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把它塞满的话 确实从顶上拿东西不算太方便 因为它比较薄 当然它的外部收纳 我个人来讲是足够的 这条塑拉链打开之后 里面也能放不少的东西 我个人就建议 你把内摩块贴在这款包 或者说前面这个口袋的下方 因为上方要留给上面这一个小口袋 或者说里面的顶面的毛面 你觉得这样子上下都能有 有不错的收纳 但我自己的使用方式 里面本身做的收纳也足够 我放我一些稀碎零碎 不一定非要夹内摩块 那整体来讲 我觉得它颜值 包括它的实际使用的程度 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我还挺喜欢 这就是一个偏轻量化版的外观 就尽量去掉更多的一些扣件什么的 当然如果你有捆绑 捆扎的一些需求的话 在这一行模拟上 我个人建议你可以放一些更细 或者说更轻一点的织带 比方说是这种 我已经忘记从哪个包装拆下来了 这个就更加轻薄 比方你有一些临时需要捆扎的东西 就放上去 也不太会影响到它整个轻量化的外观 再一个就是因为它原装扣件 扣这个位置的 如果你把它连起来的话 你就不能快速访问这条小拉链了 可以把这一个更加轻薄版本的织带 捆在底下 经有这个Mori的位置 这样你就又能捆东西又能快速拿去 这是我使用了之后一点小小的想法 从这一层大家可以看到我博士上带了一个小小的小杯 这个也是我前面提到的 还有十万象田地活动 可能我送了一个小赠品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一个小小杯 它是像咖啡渣回收再造的材质 上面有点不规则的小颗粒 浅浅的棉色 可以更加神色的 偏咖啡色的质感 两个都挺好看的 但绳子都是一样的颜色 这种绿绿色的织带 说到万象田地的活动以及赠品 另外还有一个虽然没有出镜了 简单给各位分享一下 是Juice型店卡尼耶送的一个小东西 它有一个原版更大的版本 摆在他们店门口 这是一个迷你的小版本 它是塑胶的 像看起来很像玉和石头 一个看门狮子 然后它的这一个 本来应该手上一个球的位置 换成了Clock的这一个logo 还挺可爱的 有点透明质感 这是一些收到活动小周边 这款包我还是更喜欢 它卷口收纳的视觉效果 感觉更好看更经典 卷口收纳这一个收纳方式 在生活中期还挺常见的 也算是在背包这样的东西 发明出来的时候 因为材料受限 大部分都是布的皮 密封性不会太好 所以卷口卷多几层呢 可能可以应付更恶劣的天气环境 整体上来讲这个颜值 我还是挺喜欢的 OK那这大概就是海啸这款双肩包的一些 基本的信息 以及我的一些使用感受的分享 之前分享那么多 如果各位还有问题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评论他们在问我 那这款包也作为本期影片的一个彩头 OK再过来一个路 是比较偏日系 我说日常一点的传达 再也看上去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白T 装装裤 另一个拖的包 就很简单很日常 但是也是我个人觉得这一套是我 最喜欢或者说感觉最舒服的一套啦 首先帽子是North Project 他们的定番我还挺喜欢戴的 会有两个颜色呢 这一顶是橄榄绿 那T 装裴呢 是亲自装备这一季的一个新款的棉T 装裴呢 它是有点仿传统亨利领的T 装裴呢 但是版型会更加宽松 或者说versize一点点 然后它有做它亲自装备品牌一些特有的小改动 就是它 你可以看到后背会有一些后气网格 然后它这个网格的剪裁是挺锐利的一些线条 它这个cutting上升效果我觉得还很舒服的 而且亨利领它自带一种复古气息 但是它由于又添加了偏功能性 我说技能性的这种不同的剪裁 和舌线衣服上升效果是更加有融合感 我还挺喜欢的 搭配的裤子呢 是早正在中心买了那一条Nittles的定番 BDU HD Pants 这裤子就没什么好讲的 很常见的 其实我当时一直想买一条尼龙的款式 因为我觉得尼龙化可能会更加快感 但是当时就只有纯棉了 所以就是大家口味上看了这一条 就没什么太多好介绍的 因为它太常见了 然后也是基本上 不管它们什么时候出这裤子 感觉好像今年的和去年的和前年的看起来都差不太多 但它的型号就是它那个数字是不太一样 也不一定非得买回这一条 其实你买它哪一年的版本看起来都差不多 我上升的这个效果呢是Asmart效果 我觉得是刚刚好 因为脱腰本身有两个手可以收紧 但是我完全没有收就是我穿是刚好 但长度上我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短 因为检查的关系吧 它是稍微有点叼脚的感觉 可能我穿N的话 裤脚对叠会更加明显一些 但是这个影响不算特别大 因为裤脚本身也有两个绳子可以抽紧 然后搭配的鞋子呢 是最近才发售的HOKA和Satisfied Running 联名的那一双Mafa Speed 4 鞋盒是这样子 各位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 估计鞋子已经发售了 我们已经说应该是8月9号 OK鞋子呢我看到的Sample有四个颜色 但最终发售好像有两个颜色 一个就是这一个脏脏泥巴色 还有另外一个有点偏黄的那种青草绿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这个脏脏泥巴色感觉会更好看一些 或者说它更百搭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做就效果 在大底的这些颜色呢 它是有抓不同深浅纹路的 就不是说通体做一个颜色 或者说你们看到深色的部分 不是因为光影的关系 而是真的就做出来的深色和浅色 整个大底其实就是Mafa Speed 4的大底 但是鞋面的结构 包括材质都重新做了 Sertify Running他们改造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鞋还是挺帅的 你可以看到这银色线条呢 不规则有点流线型 从鞋头蔓延到鞋身后一段 这鞋全都是反光的 包括鞋带它是有一段一段的反光 然后这个鞋子首先说一个 各位可能比较关心的点就是马术的问题 它的长度和宽度 跟Mafa Speed 4都可以是一样的选择 但是高度呢 这个鞋身由于材质的关系 它是用抗撕裂的半透明的网纱 它这个做的比较低矮 包括它的鞋舌也是 虽然说是独立鞋舌 它两边的内侧是有一个向紧拉紧 鞋身低矮程度 就是我这种瘦脚穿上去都觉得 我几乎不用抽紧鞋带 已经把我的脚摁得死死了 各位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的脚比较肉比较胖 或者说脚背很高的情况下 我建议你拿大0.5甚至1码 也没有太多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一双很传统的后跟 这一整圈呢 有一个比较细腻的超线 然后这个位置的填充还挺肥的 鞋垫就是这一种传统的泡棉鞋垫 Satisfy Running的logo 我收到的这一双是越南制造的 OK 那么上脚效果 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了 跟我早阵子分享那双Mafa 2的 辉越银的那一个视觉效果 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这一双会看起来更加有运动感 有速度感一些 那双看起来会更加的 像是一个增高鞋 但它其实会更加像徒步鞋的脚感 就不太像越野跑鞋 包括Satisfy Running他们宣传片 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山野上穿这双鞋 跑步的一个效果 这双鞋整体的外底呢 也是这种镂空的Megagrid材质的 Vibrary 然后它的泡棉就比起那一双Mafa 2的话 会更加软弹 这种超临界发泡的中底呢 都是缓震特别夸张 不过这双鞋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 因为它的透气性特别好 然后这一整个鞋面的这种纹理设计就很耐看 也挺新颖 不太容易撞洗 然后它这整个鞋的配色 虽然说它是有点脏脏泥巴的感觉 但其实远看你不会看得出来 这种不均匀的刷色 它就是一双偏大地色 或者木质调的一个单品 还挺适合你搭配其他的 像是一些黑白灰 菌绿 米黄 棕色 妥色等等这些单品 各位可以任意发挥 那么来到这一层重点呢 是这一个叫做声波的拖特包 作为湖工业的第二款拖特包呢 这一个拖特包的形态 在沿袭上一款吉普赛人的设计元素基础上呢 变得更加的怎么说 我觉得更像一个传统印象中拖特包的造型了 这是横版的 各位记不记得之前吉普赛人的数版 容量或者说宽度可能差不多尺寸上来讲 但是这一个横版的我个人觉得会更像一个偏日常使用的拖特包 吉普赛人会有点感觉还是工作通勤 有点共闻包的感觉 先不说这款包的设计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款包它是一个新材质 不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用过 当然跟刚刚那个UX10的这个材质 有略略的一点相似的情况 但又不完全一样 这个材质是来自Dynema他们最新的一个混坊 雕牌在这里 实打实的官方授权 才有这一个钻石型的小吊牌 Dynema他们公司对于咒权 或者说正版保护的这个意思还是比较严谨的 甚至到了严苛的地步我觉得 他们的吊牌包括他们官方提供那些芝麻 都是从荷兰直接给到这个各地区供应商手上 一般第三方是得不到的 所以说他们也是要看过你的设计图稿 你的方案你的用量 才会提供他们觉得OK的面料给你 这一款混坊的面料呢一般的那一个裁刀是裁不断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混坊其他 比如说锯子纤维的部分裁断 但中间Dynema的那个丝是裁不断的 就挺夸张 它只能用极光切割 把握着做工它的这个损耗率还是稍微有点高 Dynema公司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做工业为主的一个公司 它母公司是荷兰DSM 其实最早最早这一类面料大家统称叫醋本 或者说英文它叫Cubin Fiber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概是90年代做的这个面料 后来就慢慢被各位熟知了都叫它Cubin 但是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呢 Cubin公司的供应商也就是荷兰DSM公司 把Cubin给收购了就变成了 Dynema DSM公司是属于DSM公司的子公司 基本上就是DSM公司用UHMWPE这一个超高强度的分子材料制作的面料 才能叫做Dynema 包括他们现在呢也就在努力打造Dynema这个品牌就不会叫出本 只简单跟各位提一下这一个来龙去脉 大家如果以后在市面上看到出本面料呢 它不一定是来自DSM公司的 各位知道这一点就好 那说回生波这款包 这一个混纺材质是DSM公司他们最近主推的一个混纺材质 这个系列的面料叫G-HARD 那它是有一部分的Dynema's融在这个具体纤维里面 那整体视觉效果呢 尤其是黑色的关系呢 你们可能不是很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到在纤维里面有一些亮晶晶银色的部分 这些就是高强度Dynema's 这一个面料视觉感 至少你远看呢 面料本身跟这个Mori直带的部分 其实融合的还是挺融洽的 不太看得出来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材质 光泽度上面也差不太多 那他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主推系列就是那个格纹的 大家应该更常见的那个叫G-Grid系列 国内目前也是只有一个供应商 应该就是那个佳芸 那它除了有传统的Dynema纤维 有的这一样撕裂 耐磨 轻量化等等 这一些优异的特性之外呢 因为它是混网的关系 它会更加耐用一些 因为各位可能之前也有或多或少 我相信你们都有一些纯Dynema的产品吧 就是百分百Dynema的那个面料 我今天拿两个我过去使用比较频繁的 这种材质的包裹看一下 这个是Lensilson的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是单层的 然后这种类型的纤维呢 不管它是过去你们叫出本的 或者说现在叫Dynema的也好 它基本上的逻辑都是三层 里和外各一层具体纤维或者说叫固砂层 当然不同的时期使用的用量 或者说它的配方不太一样 只有中间那层是这个Ultra PE的纤维 就算复合起来这个面料还是非常薄 当然它有不同的盎司 就不同的棒数的面料可以选择 这种类型的我个人觉得 至少在我使用下来之后 我会倾向于只在小包包上 或者说是部分装饰性的地方使用它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一款呢 它就已经是可能由于 不知道是我使用太全的还准 就是它会有一些破裂 但是纤维本身呢是没有断的 这个纤维的强度是可以保证 只是说它破的部分是前后那一个巨纤维 那层膜这个固砂层的破掉了 导致里面的纤维露出来了 这个部分你看到它拉丝 是因为它缝合的边缘 所以说这个是面料的边缘 而不是说这个丝本身从中间断掉了 当然这一个包它本身也是有内衬的 所以它外面破损了 对这个包使用上没有太大影响 本身它也就是像一个装饰 提供一个视觉效果 而不是真的是性能上的帮助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好 但是涉及到比方说是50-60 更大升速的户外背包 或者说是超轻量化的各种装备 什么帐篷也好等等那些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 目前可能不太会选择在这方面 这是我目前的一些小分享 OK回到这一款包 它的这一个打点纤维 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它其实算是不吸水的 当然它也没有特意去做一个防水层 它本身就不太吸水 你可以看到我用一个吞嘴就去喷前面这个面料 这一层是单层 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内侧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水压够强的话 可能能穿透 但是它密度也是蛮大的 至少我里面贴的纸巾还是没有湿 但我不确定你把它长时间暴露在雨水 就是大雨的环境中 或者说你把它泡在水里面 它多久才会湿 可能一定会湿 只是它们坚持多久的问题 我觉得日常使用的话问题肯定是不大的 大家不用太担心 再一个就是面料耐磨耐刮的特性 大家可以看到用湖湖他们官方这一个小的开箱工具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韧 但它不是特别锋利的那种 开个纸箱可能没有问题 那涉及到这个尖锐的穿刺也好 刮也好 或者说是我用力去挑这个丝 它会留下一些划痕 但是它不会伤到纤维本身 就是你扯一扯 抚摸一下 它那个划痕就渐影渐弱 这种消失掉的感觉 我不清楚各位 这种强度对你们来说是否够用 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日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它的这一个整个包的做工 也是严慈合缝 非常的硬挺 这个面料本身不算硬的 只是硬挺的原因 因为它的甜棉太过于厚实了 底部你可以看到填了这么厚的一层面 它可以放很多精密的数码产品 而不用太担心 这款包内称你可以放一个最大的 12点几来的那个iPad Pro 还可以放个15-16寸的笔记本 还有空余 它的内部分格设计我觉得简单粗暴 但非常好用 除了我刚刚说的两个平板舱电脑舱之外 就是五个超大的弹力直插带 侧面各两个你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雨伞或水杯什么的 然后正面的三个 你可以就任意塞你想塞的各种不同的杂物 每一个的深度都有我一只手掌这么深 一共有五个 我觉得是很实在很好用 然后如果你觉得小物品收纳还是不够多的话 内部的平板舱这一边是一整面的毛面 任你贴你想要安排的内模块系统 就这么简单粗暴 里面就是这样子 外面它是正面有一个拉链口袋 这个口袋也是有我一个手掌这么深 几乎赛人是一样 反面也是一样 这一个可扩展的moly算是比较多的了 这款包在这里有四行 我只用了其中两行 上面做一个小装饰 下面什么都没装 然后这里有四个更宽的支带 这个位置其实可以给你临时做一个双肩背负 就是你捆两个这一个38的支带 可以当双肩包背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有点过于鬼畜 我不是很愿意接受它这一个视觉造型 这样背在背后感觉怪怪的 它本身还有一个更短的提手 但这个提手呢 我身高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我不需要这个短提手 因为即便这个长提手我拎着它也不会拖到地上 而且我觉得拖的包就该这样 它这个提手可以拎 然后同时也可以这样传过来 单肩背就更加灵活一点 那这个短提手 我是用来把它当做一个心理箱固定了 就是它可以直接套在心理箱上 这个短的会比长的来讲 会更加的贴近心理箱的那根杆 不会左右晃 然后它底部也是够宽够厚的 那心理箱上还是挺安稳的感觉 包括这款包很多挂载的小挂点 那其实我大部分也是用来做装饰 我并没有实际太多的用途 那这本身是一个全黑的存在 但是你可以自定义挂你个性化小东西的位置 是真的很多 我还挺喜欢的 它顶上的这一个拉链呢 也是双头 我觉得很有保障 并且它这个位置也是增宽了 那即便不装满呢 它整个造型也是挺得住的 你就往地上随便一放 它也不会倒 好看 喜欢 而且耐用 也不会太心疼 并且它们这个新面料 由于可能是因为试水的关系 并价不算太高的 对于Dainima来讲 我觉得还是很良心的了 我可能这大概就是 新的这一个Dainima的面料 以及神活博这款托德宝 简单的一些分享 我可能我们来到最后一身了 这身也是比较简单 但是我个人觉得 它是挺舒服的一套 还是从头到脚看 帽子是一领雨服帽 黑色的来自COTEL99 这个好照以前分享过了 然后墨镜是FORNICE F08S 也是在眼镜内一起有分享 那目前呢 还是原装镜片状态 然后身上的衣服 这件道袍也是早阵子 我去东京 无意中发现的一个日本的本土品牌 叫做Shinogi 0 这一个牌子 是当时的BAMBOO SHOOTS看到的 他们这些衣服 虽然做的很传统 但是其实都是用了一些更新的材料 往轻软化户外的方向去发展去设计的 所以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它的面料还是东立公司的 可能他们日本本土品 来拿东立公司的面料 会价格更优惠一点 至少我问过的 这些做服方的朋友来讲呢 就是拿东立的面料 启淋量一个也是大 然后再一个单价也比较高一点 这个面料可以看到 还是挺透挺轻薄的 并且硬挺度很好 原装的这个折衡还是 版型呢是比较传统 日式那个野良卓Noragi 它的腋下会有开口 它算是一个8分秀7分秀 差不多这个长度 我当然试了一下M正合式 我就没有再去试L了 然后这是它的洗标 也是中国制造的 他们这个做工还真的很不错 我不知道它找的是哪个 有一条这个裤子 这种高温的 也是超薄的 也是一个零的牌子 两个颜色 正反而一样 很轻薄 但它不是打薄那种 这个位置调节腰围的 这个口袋里面有个哪里 价格也是一万五 费用是他们的logo 整个衣服就很简单 下摆有两个侧杀手的口袋 它中间有一个连接方式 但是需要你自定义的 就是它给你提供了两个支带环 然后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你到底是要挂一个金属的钩子 还是挂一个弹力什么 还是挂一个什么的方式去连接 或者说你干脆不连接 没有原装提供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衣服我当时买下来是一万九千几日币 就退完税之后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能接受 但现在的汇率又不知道怎么样了 别看它好像是长袖长衣 它其实一点都不闷热 挺透风 刚上成效果 硬挺的来 它又有一点光泽的质感 而且它可收纳的程度也很高 看起来它好像是很硬挺 它其实还是挺软 可以叠到这么小 算是我的一个首选 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他们官方的网站 或者说是他们的官方账号 然后再查看一下他们别的款式 我当时的店里面有看到一些裤子 但是没有太大的需求 这一件兴趣更大 就是买一件 然后这一身的裤子呢 是另外一个 我在表川道路口后面的一家店买的 名字叫做 Mizu Iro IND 应该算是一个母婴公司的子品牌 他们的所有款式都只做one size 就一进去 你可以任意试穿 你穿得了就穿走 穿不了也没别的尺寸给你选了 大部分是偏女性向 但是少部分呢 也是中性的款式 比方这条裤子 它其实没有任何性别之分 包括他们还有一些更夸张 更肥大的裤子款式 就是一条裤管 可以把我整个人塞进去那么肥 那我这一条裤子呢 是亚马的 懂日文的 你们自己翻译吧 然后这是他们的母公司 这裤子上身还挺舒服的 它是一个弹力摇头 在穿上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偏正装那种 嗯 有一条裤线在中间 但它整个又是亚马 你知道亚马这种材质 它就是针织密度比较低比较粗 有点半透风的感觉 但是它整个扩型 因为肥的关系 我觉得它挺得住 挺好看的 搭配上身这一个 嗯 零的道袍呢 虽然说他们材质不一样 一个很天然是亚马 一个是人工合成的纤维 但是视觉效果 包括它的这一整个版型 看起来是很合适 很恰当的 然后鞋子就是 Experience版本的 Sawman XT6 Experience这一个版本的鞋子呢 就比普通的没有Experience版本就是 更加常规 大家看到的那个Sportstyle版本 会更加偏日常 因为它 一个原因是用了传统的绑带 就不是快速收带 再一个就是它 材质会更加偏向于合成格 以及布料 就看起来会更加的 没那么科技 或者说先锋运动的感觉 更加适合日常通勤 也是我选在这一身的一个原因 白色鞋子是为了搭配 另一款白色小包 也就这一款8升左右的圆日点 这款圆日点 它整个视觉效果 其实就挺Slingback的 我已经出过很多 这种类型的包了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 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无非太大口子去讲了 这个灭料 跟我前面介绍的这一个海啸 都是一样的这个UX10 不同的是呢 海啸这个会做了很多的内衬 在这一款圆日点上面 它基本就单层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 在灭料里面能看见 包包这一边它是透的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面料 背面 它这个腹脚亮晶晶 包括它这个X-PAC的龙骨 那这个包就是很类似 那种超新量化户外包的感觉 但是它因为还是一个城市通勤 或者说它是一个 有点搭配感的小包 所以它做的还是比较 稍微多了一些有趣味的地方 首先顶面这一个弹力绳 可以给捆扎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捆在顶部的话 它会有点压迫到里面这一个口袋 那所以我就没有总是用这一块了 再一个就是它的背面 可以看到很像拉费尔的同时 这个耳朵的位置 内侧是用了它们的PTX材质 那外侧延伸出来 但是这个位置就不是延伸的包里面 像拉费尔那样 它只是一个单层的面料 然后扣子就使用了它们上一次 在摄影包上面用的 这一个多奈福的旋转扣 但这个扣子它会有可能在一部分 很特殊的角度 或者说重量的情况下 有GG响的情况出现 然后它还可以快拆 我觉得还是挺灵活的 这个扣子我很喜欢 因为只要有这个扣子的时候 你就几乎可以省掉HMS系统 就不用在侧面或者说顶部 来回去改这一个背负角度了 它整个可旋转的角度还挺大的 两边都是 那原配的这一个Fillow的slider 这个滑扣 快取还挺方便的 正面两行玻璃 底部也有一个捆扎的支带 然后这个支带是可以取下来的 我觉得取下来之后可能 整个包可能更加干净 但你要考虑到底下会丧死掉 你可以捆东西的这个功能 这有谁有得吧 这边我是贴了一个装饰的小的 实际上正面一个小口袋 顶部一个大口袋 然后里面的收纳 它就是一个很规整的内部分隔 是可以放到一个iPad mini 这边的毛面 你可以贴很多你喜欢的内模块 直插带呢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 刚刚那个托特包的设计思路 它是四个直插带 中间两个是灰色内衬的弹力 然后两边这个更大一点点 是网状的 你可以放一个小杯子什么的 随心杯可以放进去 拉链还可以拉上 我觉得它这一个 对于一个日常的小包来讲呢 已经做的很足够了 很够用 包括这个快条支带的底下 这里也有一个挂钩可以收纳 这个飘带就不会甩来甩去 我挺喜欢 那唯一一个不太习惯的点就是 这款包每次取下来 我就总默认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提手 或者什么的 我可以这样抓 结果没有 就我只能每次摘下来的时候 就拎着这里这样放到一边去 有点不太习惯 然后再一个就是 这里一旦没有提手呢 假如我把包取下来 我比如说外面吃饭 我想挂在凳子上 我就只能挂这一个长的背带挂上去 那有可能垂到地上 但是又不能挂这一个弹力绳 它可能成洞上的话 不太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当然这个包式的效果 还觉得挺好看的 毕竟它们颜色也挺丰富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戴的耳机 这也是我最近入手的一个新耳机的 上次跟各位分享耳机 还是应该是去年冬天的一个 深海赛尔的头戴室 那这次这个是来自宁凡生学的监听耳机 宁凡生学 各位可能有玩Hi-Fi的应该知道 他们是偏向于乐队调校的 这个监听耳机去做的一个品牌 几乎就是更加专业的那几个型号呢 都是要定做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型号叫RA15 它就是一个不需要定做 就是你买回来可以直接用 然后它原装有一条这一个同度银的很漂亮的这根线 我目前因为带出门比较多 那我就会用这个能直插手机的C口线 有另外一条线 这条是黑色的 那这条线肯定就没有说原装这一条这么强了 但是日常用也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它还可以调音量啊讲话什么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有线耳机了 有时候带无线耳机出门 虽然无线耳机很方便啊 但是你要考虑到给它充电又觉得挺烦 这种可以直接随插随用 不需要考虑电的问题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并且这个耳机对于这个价位就四五百来讲 它这个声学表现的效果我觉得也是没什么怨言啊 然后它竟然还可以做到替换这一个声管 我换成了黄童的本来是不锈钢 就是可玩性还挺高的 包括他们给的这一个小册子 挺用心在做这一块的一个品牌 然后有很多他们合作的乐队 包括他们可以定制化的一些选择 而且盒子就这样子 这其实我已经开过一次了 设计很好看 这样子取出来 它是有点像个光盘 然后里面还有不同尺寸的耳塞 然后这是我换下来的不锈钢的声音管 就是一个更加新的尝试吧 这个耳机我觉得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用 就是替换我那个头戴式耳机 因为天气热的时候确实怎么开工条 也带不住那个真的是太闷了 这一款的话呢 它可以挂在耳朵上就不太容易掉 并且它的音质至少在剪片的这个使用场景下 跟那一款区别不算太大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接受的 它依然能听到很多 如果你是外放或者说是用一些无线耳机情况下 听不到的一些声音细节 对于细节更注重的朋友们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价位来说 我感觉是大概就是 这期影片想要分享的全部单品了 东西品类比较多比较杂 那希望每一个喜欢不同类目的朋友 都能找到 对你来说感觉还不错的一些产品 或者说是一些新鲜资讯 想要比较粗浅一些 那如果各位有一些补充信息 就欢迎你们到某个评论 那如果你们对这一款还是要感兴趣的话呢 评论多多参与 那这期影片大概就这些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我都希望你各位在三连关注 我也得订阅了 那我说我们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